懂了这个逻辑 找对象都容易 万表流行力 天书接近器 大家好 我是流行力 今天我们说说劳力士从来不说的那件事 玩表除了传统和技术文化之外 手表必须漂亮才受欢迎 当下火爆的劳力士水鬼是前行者16610的昵称 看完本期视频你会了解关于水鬼的演变历程 说不定还会倒吸一口凉气大呼好险啊 或者是拍大腿 前行者是劳力士标志性标款 从他的造型演变可以解释 为什么你对前行者如此钟爱 同时也能说明一点 手表越来越成为男人少有的装饰 劳力士水鬼无争议的爆款王 可以算是锐表队长吧 但你知道吗 前行者一开始其实是为专业人士打造的工具表 真正优秀的品牌 绝不会出应景的款式 每款劳力士运动款都有一个专业的血统 但是很显然光有专业血统不一定能成为爆款 这就好比游戏永结里的玩家 你能不能活下去还得看你的生存技能 劳力士前行者进入的游戏场景是豪华运动表的沙场 或者说是赛道吧 而豪华运动表在七年代萌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霸主 黄家橡树 黄家橡树越来越火 这种豪华表向下延伸 严重威胁到以钢表建长的劳力士的领地 劳力士坐不住了 于是前行者作为种子选手入场了 切开劳力士前行者的1953 1958 1969 1979 1988 2003和今年的水鬼 这七个年份的截面 咱们看看前行者如何从当年的以前水功能为主要诉求的工具表 发展成为今天的爆款 这可远不止从钢片卷制的链接到实心链接那么简单啊 一句话 前行者其实是完成了一次英雄之旅 看完之后 或许你会对劳力士的水鬼的下一个新款 有更靠谱的推测 1953年 前行者初贷款 当时就是一款工具表 唯一的所谓豪华笔触 不过是表链与表尔连接处的手节 是钢片刻画的两道直纹 1958年还是这样 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钢表都是这个风格 手表在那个时期主要是以个人技师为主的日用品 物美价廉才是关键词 这时的水鬼 充气量是活跃在一线的优秀士兵 1972年 爱比皇家像树诞生 随后一众品牌都纷纷效仿 侵蚀着高端钢表的市场 他们用的是我们前面节目讲过的整体式设计 像百达菲利的鹦鹉螺 尊达的又一个例作 在这个基础上还明确增加了一个关键性元素 表尔中突 让整体式设计达到了顶峰 这个表尔中突 咱们拿人体比喻一下 如果说表壳是头的话 那表尔就相当于脖子上的两条肌肉 胸锁乳突肌 如果是男的 中间还应该有一个象征物 就是猴结了 猴结象征了什么 大家可以自行脑补 说实话 懂了这个逻辑 找对象都容易 你一定以为 劳力士的改进 是因为爱比的皇家像树 侵犯了劳力士的地盘 但其实水鬼的豪华化历程 比爱比要早 劳力士很早就意识到了猴结的重要性 只是一向主张进化 而不是革命的劳力士 有很长的路要走 路虽然漫长 但劳力士的一只脚 已经踏上了这条路 在劳力士内部最先出手的是金表部门 早在1969年 爱比皇家像树诞生的前三年 劳力士内部 负责前行者的黄金款 也就是1680这个部门 拿出了一款金水鬼 造型已经具备了整体式设计的特征 表耳之间的表链头结 中段凸起 而且是抛光处理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置表耳 与凸起的表耳和表签呼应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个小伙子 好像叫鱼果 鱼莲 反正是小鱼的吧 他是日内瓦的金银珠宝世家 因为搞出了金水鬼 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金老奖 但也遭到了孤立 劳力士内部有一派 就是后来那批无力水鬼的用户者 他们主张劳力士的灵魂 是专业潜水表 水鬼搞那么豪华 是跑偏了 这帮无力派认为 贵金属本来就比钢容易加工 所以做出那个样子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前面说了 1680金水鬼已经是整体式设计了 这个1680钢表也不是弱 但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 这次喉结部位是两件活动部件拼接的 这种拼接式喉结设计 一直沿用到了1985年之后的16800上 这个有点勉强 没办法 毕竟刚加工起来不像金子那么容易 工艺完全不一样 虽然造型上没取得突破 但材质上有了明显的提升 1989年 劳力士钢表全部用上了904L不锈钢 明白着 这是要跟豪华运动表全面开战 而且1680被公认是 劳力士从工具表进化为豪华表的标志 因为从这款开始 水鬼有日历了 你知道专业潜水员是不用日历的 对吧 金水鬼一炮打响 大涨劳力士的士气 钢潜航者的改进也在紧锣密捕的进行 如果切换到中突表尔 原来的工装模技全都不能用了 得投资一套新的设备 那么原来的设备给谁用呢 这个问题留给你 说到这里 我们大家都已经清楚了 劳力士其实很早就意识到了 运动表的豪华性进化 而且1680金表已经率先实现了整体式造型 但是1680的钢表则走了一半的路 劳力士水鬼在豪华路线上经历了哪些挫折呢 我们后面接着讲 欢迎大家关注留言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接着讲